而苏小璐离家之后就慢慢地走在街上 京城是繁华的 街道都是青石板 走着走着 面前一道人影拦住去路 苏小璐皱眉抬头 凝着的眉头突然疏减 师父 啊 啊 苏小璐抱着五老头 哇呀一声就哭了起来 五老头原本很欣喜 画到嘴边身体就被抱住 煞时他就全身僵硬 跟木头桩子一样一动不动 好了好了 丫头不哭 有什么事情可以解决的吗 咱们不哭了 行不行啊 五老头一脸无奈 他扭头看向身边突然远离了两部 双手还胸 冷眼相看的龟游 头绪求助的眼神 用眼神示意龟游 把苏小璐拉起来 龟游神色平淡 视若无睹 在垂毛时 舌尖轻底腮邦 然后嘴唇抿起一个小小的弧度 苏小璐哭了一场 鼻涕眼泪往五老头身上一擦 然后吸了吸鼻子 红着眼睛 进出口的水平淡 一般的这种照片 那比如人们在用一个断头 已经用一个滑水平淡 硬碎与子